我们介绍一下这款仪器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根据标准 我们把四样切好 然后是长度是仰板 然后弯度是20 我们装在夹机上 首先把这个蝴蝶螺丝拧开 然后这个按钮拧开 装在这个正中间水平 然后把这个蝴蝶螺丝拧开 首先这个圣弹力要调到银的位置 它调到银的位置 然后就等于说这里是壁盒 然后和这个扇钮把它锁起 然后这个锁起 然后酱品就装好了 然后首先我们来把这个 调到银的 调到银的 然后是15x15的 5.5后的调到银 1号银 然后我们的高大银唱 然后我们再上 首先我们是一个调节按钮 我们可以调节 咖啥嘛 调节到水平 所以我们可以调节 咖啥嘛 然后我们可以调节 咖啥嘛 然后它是成功 啊 也行的 嗯 标准 有500克 还有1000克 这个是500克的马丝 划马起开来 这些是500克的 然后我们的划马上去就是一千克的 然后这些做好了之后 我们调节这个螺丝水平 螺钮 让它属于水平状态 然后调节这些已经不调了 已经调好了 好 现在我们打开电影 还有一个 这个生产力我们现在调到 调到反应之10 这里到反应之10了 好 OK 准备数据 开始测试 打开电影 看到界面 它这里会显示上面是 我们设定了一个次数 我们登记标准 可以用540 4540 10040 200 500 可以登记产品的需要 这里我们就设定通货光标 你看看这个 看这个光标会在移动 然后我们设一个100速 这里是个240 按一下这个键 数字就会变化了 然后确定 好可以 我们就开始测试了 然后可以看到 我们标语上是40 4040的一个速度 这个我们已经调好 调试好了的不用去动它 好 现在我们开始测试 啊 请看 然后测试 然后测到规定的次数 它就会自动停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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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好 好 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 now